继续再带您一起来了解里林方面的消息 永德里里长陈冠林为了要回馈地方 运用里内的资源回收基金 添购了20台的脚踏车 提供给里民们免费使用 想要借车的民众只要带着身份证 到里内的活动中心办理手续就可以了 确实是相当的方便 这一辆辆全新的脚踏车 是永德里里长为了要回馈地方 特别运用资源回收基金 所购买的专用脚踏车 里民们可以免费的来使用 这些基金都是为我们本里的回收 基金拿出来回馈本里 总共第一次基本上是有20台的抗面车 如果办法不错 可能是增加 我们一台厨的增加 想要借车的民众们 只要带着身份证 至永德里里内的活动中心 出示相关证明 就可以完成借车的手续 我们以来只要付一个本里 就能来里长做这个抗面车 如果我们都在一起 要采质不方便 也能来找里长 尤其拜到礼拜 有的教你 我们就说有的爸爸妈妈和儿子 亲子活动 也能来找里长做车 这次由里类环保医工们 骑乘脚踏车绕行的宣传 希望里民们可以多多使用 鼓励大家节能减碳爱护地球 不仅环保又便利 对健康也有益处 天外天新闻 沈志勇 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